小子贤孙们 现在我宣布 我将公开宣布 国府的抗战七大奇迹 一念给诸位国粉听 请你们进尊讯事与教会 不管你们是60后 还是70后 还是80后的国粉 尤其 60后的国粉 不要惧怕 后面80后的国粉学第一 仔细听讲 老当义壮 一 党抗战切切之业 一 投敌人数 超过杀敌人数 二 给伪军 发军响 三 自己掠死的壮丁 比被热军 打死的士兵还多 四 全面抗战已经开打 国府 却还继续给热军支付 跟着条款 一直支付到1939年 没有记错的话 五 一部分国军 主义 是国军 而是伪军 竟被热军 称为友军 六 逼老百姓 帮日军 打本国军队 提到这个 我就来去 尤其是第六点 打的是谁 是国府的脸 这个典故来自哪里 是学生恩伯的 欧南四汉 碎汉黄唐 欧南人民 保受压迫凄凌 花园口局低 上升89万人 年年大汉 又有黄灾 还要报受 汤恩伯的凄凌 压迫 强 恒争暴敏 汤恩伯 在我指挥地 玉香贵 搭配贷东 玉中战役 大溃败 背败途中 被老百姓 一一缴线 这是第六 下面是第七 之所以 能坚持到最后 竟然是 因为表现太差 那都是有据可询的 港春林次 在他的回忆录 都有写到 我来简述一下 为何因为表现太差 而负面亡 因为 乐军一想 如果 把国军 立刻消灭 那么 就是 让共产党的军队 作出 余文之力 因为 共军 在敌后战场 很大程度上 牵制住这军 袭扰 不胜其烦 这军 损失不小 来来回回 想抓 脚不尽 越脚越多 而国军 打仗不行 高层贪欧洪化 国军 士兵 人际哀恶 没有斗志 没有信仰 随时可灭 所以 为防 共军作出余文之力 要保存 国军 或基于消灭 另外 发现 国军 在抗战时期 不但和日本 固和 将武军 号称为友军 标记抗热 积极搅攻 所以 热军 决定 以力打力 以华制华 让国军 告烟残喘 去对付共军 就是这个样 国党 不说了 太差劲了 国粉们 先行吧 不要再吹 再舔了 回头是岸 广大人民 在一起 淮海战役 已经说明 广大人民 乡亲们 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已经说明 人心向背的问题 乡亲们 为何不支撑 你们国粉 口中所说的 正统 而支撑 共产党的军队 那就是 人心所向 请尊重 你们祖宗 当时人民 的选择 淮海战役 尊重 还有一个 值得一提的 你们所说的 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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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差的人 去偷家的 才叫偷 实力强的人 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 用实力说法 实力强的人 叫偷吗 因实力取得的 抗美援朝 立国之战 伟大胜利 终于说明 人民军队 终于摧毁 一切反动派 哪怕是 武装到牙齿地 美军 结实际国的 联合国军 那国军算什么 那军 在美军面前 不看一击 国军 在热军面前 不看一击 国军算什么 我就不再多赘述了 可以说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打败国军 靠的是实力 靠美元朝 我们小米加木枪 装备劣势 照样能打败美国人 所以打败 腐败无能 毫无战斗力 毫无信仰的国军 有何疑问 好以注定你 牛是在我 娘是屁 国粉孝子贤孙 到此为止